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绵延百万里的祖脉也不见得能诞生出来 而地球更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疆域 只是大地下的一条祖根化成了龙形 显出一个食指的龙头 不过已经枯死了 意味着这条地脉失去了灵性 地球处在末法时代 没有灵性很正常 可不该有一条栩栩如生的石龙 在这样有限的疆域下 绝对难以诞生出 举世罕见 叶凡以强大的神识探索 赫然发现 这条枯死的石龙 只属于这片区域 并没有绵延多长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上古时期 地球远比现在浩瀚 真龙的嘴前 有一个破烂的小瓦罐 里面有少量晶莹的液体 飘出一缕缕的清香 沁人心脾 紫色的小东西跑上前去 小心翼翼地搬了起来 举给叶凡喝 不过自己却不争气地 咽了一口口水 显然他也很袭击 叶凡拿起小瓦罐 闻了闻露出异色 这是大地凌辱 在而进的地球上 出现这种东西实在是太难得了 不过对他没什么用 这是自龙嘴中滴落出来的 差不多半个月 才能积攒出小半碗 他一声轻叹 这条大龙死透了 这是最后的龙弦 叶凡将瓦罐还给了他 小东西有点迷惑 而后 眨动黑宝石一样的大眼 还是真挚地送给他喝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又悄悄地咽了一口口水 显然 这对他来说很珍贵 我不需要 叶凡以神念同他交流 问他还有其他懂修行的异类没有 因为觉得他纯善 没有善自以神识侵入其魂内 这个紫色的小松鼠 口不能言 但神识表达还算清晰 他没有离开过这片区域 从未见过有道行的生物 同时 叶凡也知道了他的来历 这东西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石洞 那里有一具小小的骸骨 属于一只松鼠 确切地说是他的母亲 一幅幅画面出现在叶凡的脑海 一只胸襟俯冲而下 一只松鼠护住幼崽拼命地逃 结果依然遭受了重创 最终只能叼起一只 逃进地缝中 来到了这里 没过多久 受伤的松鼠便死去了 又在乱爬 是在龙手下 舔低落的地如长大的 叶凡一声叹息 这个小东西不是人类 只是一个小生灵 可还是让他感叹 因为他刚与双亲天人永隔 然而 紫色的小东西指着 葬有他母亲遗骨的石洞 却眉心眉肺 不知忧伤为何物 一副天真的样子 叶凡取出一块神圆 顿时惊气肆意 照亮了整片石洞 紫色松鼠差点被吓住 放下小瓦罐 怯怯地后退了几步 不要怕 给你的 叶凡递了过去 在这天地灵气匮乏的年代 一块神圆 对于低等界的修士来说 是无价的 小东西缓过神来 变出是起宝 顿时抱在了怀中 非常的开心 没心没肺地 在龙手下滚来滚去 你愿意和我离开这里吗 叶凡见到这样一个 有道行的小东西 一番相处下来 竟暂时让他忘记了悲痛 想带他一起走 这只是紫水晶般的松鼠一正 他从来没有想过离开 对这里充满了眷恋 来到石山上后 看着明月 看着那破败的古庙 他不知如何是好 算了 人活着就是要让自己自在 你也一样 就在这里 好好地休息吧 叶凡站起来 转身就要离去 嗖地一声 像是有一道 灰光滑过他的心头 紫色的小东西跟上前 抓住他的裤脚 扬着头 可怜巴巴 虽有不舍 但还是决定离去 叶凡帮他收起小师傅 踏着月灰 如折仙将士 横空而去 离开了藏区 以后 你就做我的第二弟子吧 紫色的小东西迷惑不解 但还是很开心 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恍惚间 叶凡在他浑身溢出的 紫色光辉中 见到了一道神性之光 不禁自语 妖地 说完这句话 他大吃了一惊 发现手中的师傅 一颤了一下 刚才那一瞬 师傅脑后的神环 像是画成了一面实景 再细看什么也没有 紫色的小松鼠 还是那么可爱 师傅也是如此的古捉 叶凡却是沉默了片刻 在回去的路上 叶凡百般尝试 终于将神石 探入了师佛内部 没有其他 只见到了几个金光灿灿的古字 为古凡文 如几尊佛陀盘坐 他不明其意 准备去查阅一下 弄清是什么 叶凡又回到了B室 心中虽然还有悲 但去了一趟藏区 多少好了一些 强自埋下伤感 因为还有一些事要去做 当初塔上龟城前 他与庞博商量过 要去所有失落在北斗星域的同学家中看一看 带那些人照料一番 庞博 我自然相信你 从来都是将你当做了生死羽工的好兄弟 在登上五色祭坛前 庞博突然离去 而后李小曼又说他是大恶 可叶凡并不相信 即便庞博身上有些怪异 那曾经生死羽工的情谊也不会有假 回到B室后 叶凡先请许穷一家人吃了一顿饭 在这人世间 他不想过多陷入神通 免得过于惊世骇俗 而且他总觉得地球过于神秘 怕有人在俯视人间的一切 他让许穷帮忙 快速找到一些同学家人在何方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将师佛中那几个梵文古字 交给了杨小 让他找人帮忙破译 不久后呢 杨小真的找人为他溢出了 给了他结果 这让叶凡大吃一惊 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梵文 极其古老 应该是这种文字源头的古符 不可考证 是梵文的雏形 因此很难精确译出 杨小拖了朋友专门请印度的一位 梵文权威考证者破解 才勉强译出了一个大概 这事梵文出行 却也因此而生出了几种意思 因为与后世的梵文出入太大了 几个字包含多意 让人无比的头疼 觉醒圆满是其中的一种译文 智慧之门是第二种可能存在的意思 打开天地大道的圣物 这是第三种译法 最为奇特 让人觉得不解 叶凡正正出神 不得不惊 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师佛 似乎大有来头 且超乎想象 第一种意思 觉醒圆满 很明显说的是佛 自觉 他觉 觉醒圆满 此乃三境 凡人 三境皆无 菩萨 到了第二境 自我觉醒 教化众生 唯有佛达到了圆满 把剑丝沉沙无名断尽 第二种译呢 智慧之门 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 还有一行一文主事 竟然真的是要打开一扇门 疑似通向灵山 这个注解 比原文翻译还让人吃惊 叶凡动容 他刚从藏区回来 曾在一瞬间 感受过一种浩瀚的波动 不弱于须弥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